超狂报复性人生 就是不能委屈自己 就跟阿达去了一个名牌 这个大衣真的蛮适合 就算回来了 真的像报复性消费 我回到台湾 一场校园都没有结果 好刺激 把心肝心搭两个多小时到仙台 花了两天之后呢 再搭两个多小时的心肝心 再回东京 报复性旅游嘛 就把这一趟行肝排得非常满 一回来疫情就爆发 直接锁合 今晚8点 东森纵横32频道 今晚开真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